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可以不破坏花形 再来剥虾仁 去虾头剥掉虾壳 用牙签调掉虾线 把虾仁腌一下 加一勺生抽 适量胡椒粉 小许淀粉 用手抓匀腌制10分钟 烧一锅热水 放入处理好的西兰花 加一小勺盐 煮一分钟 盛出备用 锅热后放两勺油 放入蒜末爆香 放入虾仁翻炒至变色 倒入刚才焯好的西兰花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一小勺盐调味即可 西兰花清脆甘甜 佳仁Q弹易消化 营养与颜值兼具 有时间不妨一试哦 更多美食视频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上半集的便当 每天一个不重养 简单好做好吃哦 尝试什么快微信给我们留言吧 下一个视频等你来做主 下一个视频